子瑜 你终于来了 你是不知道啊 你要再不来 我估计有些人就得饿瞎了 都是我爱吃 你慢点 没吃过饭啊 饿死我了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撒出来就行 你手味怎么了 饿呗 饿我连饭盒抓 饿了你还不赶紧吃饭 夸死我 思雨 你怎么那么晚的事来呀 是不是这地不好找啊 没有 我刚碰到个人 所以耽误点时间 你们猜 我给你吃饭 吃吧 吃吧 吃啊 离 微 微 成哥 三下五串把他钉住了 扭啊 这中斩就跟个活泥就是 你怎么钉着呢 你叫我吃饭我就告诉你 我闻腿了 太好吃了 你手味怎么了 是不是上次打沉舟受伤了 什么玩意儿 我能受伤 吃吧 他说得对 你不知道 欧阳有一个本事 是我别没有挨感 怎么打都打不死 吃吧 赌不住你嘴是吧 你还说得好 好了 好了 你们俩别闹了 我真觉得你应该去医院看一下 拍个片子好安心 没事 这不是扭着了啊 过以前就好了我有经历 那可不行 我上次就戳到过脚 一开始觉得没什么事 后来越来越肿 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 我要是早点去 就不会发生到这种情况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们俩工作正是关键环节 万一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怎么办啊 你不是还有打拳吗 还有什么招 咱先吃饭你们知道 吃完饭 咱就备医院 软组织挫伤 软组织挫伤 严重吗 不严重 轻微的 一般情况啊 静氧一到两个月 就会恢复了 不用这么长时间吧 因为你这是手腕处 容易活动的部位 所以我建议你 上一个固定支架 这样会好得快一点 就这么点小伤 还上个固定支架 有这个必要吗 有 请 把我弄成这样 你们俩满意了 医生说这样好得快 对啊 你觉得他在世界 当你的病人好好养病 欧阳 工作方面呢 你就不要担心了 雷秘书 我会替你分担的 你们俩真应该凑一段 树橡上去 真的吗 会不会这么觉得 我说思雨 你刚才去公司 供送了那么多吃的 你还没吃饱 还能吃得下去啊 欧阳 这个女孩子呢 你真的是太不了解了 天有多大 我们女孩的胃就有多大 真正自愈 是 其实呢 我是不想回家 回家自己个人太梦了 我是想和梅雅 和你 都待一会儿 第二呢 我是想尝尝梅雅 在法国总念叨的 烤串 拉面 还有他爸做的小龙虾 现在呢 烤串和拉面我吃到了 可不什么时候才能吃到 你爸做的小龙虾 算是都可以 实际上你的胃 真的跟天那么大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回家 让我爸吃小龙虾给你吃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今晚去你家 完美 你们俩真怕我他们摆设了 干杯也不带着我 还有啊 你们俩真行 我就这么点小伤 把我弄成这样 这要去公司见那些同事 我怎么见人啊 这些多傻呀 傻吗 傻 马上就让你不傻 把人的胳膊拿过来 干吗 你快点 你冷静点别冲动啊 快把人的胳膊拿过来 你听的啊 别冲动啊 又来 我这样画的是什么呀 你别画了行不行啊 然后 你来 什么呀 什么呀 你去找找点 去找找点 没呀 让开 这 怎么样 欧阳 现在是不是不傻了 林妹呀 徐思雨到此一游 等 为了我这可爱的胳膊 为了你们俩在我这胳膊上一游 咱们仨干一杯吧 来 干杯 来 欧阳 过来 爸 你还没睡啊 又在外面惹什么事了 不是 没惹事 我就不小心扭了一下 没事 你看看你 什么样子 真没事啊 我过来就好了 欧阳啊 现在是什么时候 是你负责的项目最关键的时候 可是你呢 整天跑到外头去 打仗惹事 我原本以为啊 你长进了 结果呢 你还是烂泥扶不上墙啊你 是我是烂泥扶不上墙 那你直接让我烂到地里算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我累了 回去睡觉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再说一遍